无痕城市 如何让我们的日常生活 不要造成地球的伤痕 系列报道今天进行第一集 我们要看的主角是塑胶 来看看塑胶变身剂 大家都知道塑胶是千年不坏的产物 所以如何让它在一次使用之后 能够拥有二次甚至三次生命 台湾现在已经可以做出塑胶制的各种建材 甚至是手机外壳 衣服 毛毯 家具等等 那现在呢塑胶的变身 当然也遇到了一些瓶颈 例如它的回收率是很低的 以全世界的数据来讲 塑胶回收率竟然只有10% 也就是说90%都被丢弃了 其次塑胶再生的制程 因为有科技研发的成本 所以它的售价都比较高昂 再者就是因为回收端的来源 参差不齐 所以做成的再生产品 也容易有寿命不长 或者品质不佳这样的状况 不过现在这一切都得到了突破 因为台湾有一群科学家 还有业者致力于塑胶再生的研发 他们做出来的产品受到了国际肯定 就连最重视包装外表的美妆大厂 都专程来台湾下订单 甚至于派专员来了解台湾塑胶再生的制程 收藏近千种再生材料技术的秘密宝库 隐身台湾 台里面的一些回收的那些瓶盖 去把它热压成型 大家看起来可能很像金属 其实它是PET 直接整个背包 丢到这个回收系统之后再去制程 端上台面的是 塑胶工业技术发展中心 和厂商携手提炼出的技术价值 他们让全球一流品牌制造商 纷纷前来取经 材料背后是一群人 对地球环境的心思 其实挑战还很大 对于这些所谓的循环 在利用这些事情 没有一些感情的话 其实很难去做这些事情 读书的时候 同财间来互相做介绍 不经意他就会说 他们是很索性的 感觉好像是在制造污染 会破坏环境的产品 我其实听起来心里面 也没有那么的舒服 陈志远塑胶工厂第二代接班人 国外留学回台 想扭转负面形象 12年练功焕然一新 美国的大品牌 那他用的就是百分之百的回收料 环境测试都有通过他们的严格的标准 只有百分之十的产商是有在推这个环保回收材 每年生产三亿个产品 销货遍及三十多个国家 连最挑剔的国际一线美妆集团 也跨海下单 量力成果背后学费缴了上千万人 原料不稳定最大痛点 也是产业升级不易的缩影 我的物性每一批次都不一样 颜色每一批次都不一样 因为这个物性不稳定的问题 他可能要去调整他的支撑 或者是他每一批他都要去测试一次 这一批可能是牛奶的瓶子 下一批可能是废弃物回收的 所以我们每次来的时候 颜色的落差都很大 经过这几年的努力跟沟通 其实我们现在的颜色已经可以做到 像原料的本色这么样的透明了 定下特殊规格 找到稳定料源 调整制程 添购检验设备 从技术层面突破 但最关键回到人的管理 二零法则 我们是要求公司的所有生产主管 先针对80%的不良先做改善 那这个考核就会直接的影响到 员工的升迁制度这样 部门利润中心制 改善成效精准回馈员工的 KPI 奖金升迁 让产品不良率从50%降低到5% 成本只高出新料的10% 品牌商终于买单 自己先站稳串联产业界民间高手 有机会走向国际 其实它里面全部都是回收的塑胶料 在设计当中可以让它 就是比较少焦的使用 我们可能会去协助找到一些制造商 后续当然会有一些验证认证 这个部分其实都是 中心可以去提供的一些能量 不过扭转消费者品牌商的惯性思维 才是最大瓶颈 品牌方的立场它当然希望说 它的品气是能够闪闪发亮 然后一眼就能够抓住消费者的眼光 我会建议我们的客户尽量选择 纯透明的或是白色的 它在回收回来的时候是最好被利用的 它可以完整全面的应用在所有的产业上 尽可能重复使用分类回收再生循环 是环保的不变法则 却也考验着消费者产业界 愿意做出多少改变 2 2 2 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